素垂英开办中华电视 吸引很多爱心人士 志愿来中华TV当义工 他们不图名利 只有一个心愿 用自己的行动 为中华文化的传播 做点力所能及的奉献 中华TV的义工队伍里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华侨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新移民 还有热爱中华文化的澳洲人 他们纷纷加入中华TV的队伍 有的带着自己的摄像机 去华人活动的现场拍摄 不得拿起话筒 到街头社区去做采访记者 有的到中华TV简易的录音室 做节目录制 素垂英的家人全员当义工 弟弟、妹妹、侄女、外甥 随用随到 全力支持 中华TV就是一个爱心传递 中华文化的大家庭 他们不专业 他们有爱心 中华TV从开始之日起 就成了澳洲墨尔本的一道靓丽风景 身穿中华TV红色背心的摄像师 穿梭忙碌在各种活动现场 形影中传递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力量 那份真情助力中华TV成长 他们拍摄制作了一百多集电视专题片 真实记录了澳洲华人在海外的生活故事 记录了华人对澳洲社会的贡献 记录了中华文化在澳洲社会的融合 今天观看中华电视记录的一帧帧画面 那些影像已经是民族珍贵的历史故事了 中华是天下华人的名字 中华文化是流淌在华人血脉里的神性 中华TV是澳洲华人为民族奉献的爱心